云青 为世界倾斜 过去五年来 报名SGSW的创作者人数 已经接近1400位 大家好 我就是今年SGSW 我写我的歌 2022的创作节 大使 Ben 范廷哥 参加这个创组节 其实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报名者 跟他们学习这种东西 今天所有的游泽们 你们不要紧你 不管是你自己唱 还是你找人家帮你唱demo 那个人一定要对你的歌曲 有一定的了解 今天来到你的家 今天让我跟你聊 做一首乱唱的歌 不知道好不好听 怎么那么可爱 什么那么可爱 什么那么可爱 不管什么样的歌曲 你写什么样的歌 它并不限制 什么样的味道 你能处理进你的设计 这是一个印度的歌 叫做打buka 这可以是你的低音 相似于你的笔弦 今天的创绍 我们要来听听看 所有参赛者的作品 今年SGSW的作品 印象最深刻的是 好像只有19岁 年轻人就是应该有勇敢的态度 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梦 那是很难得的一首作品 音乐没有土的 只有人家听了喜不喜欢而已 创绍杀的创绍杀 是一种招绍杀 欢迎大家来到SGSW2022 我写我的歌 中文歌曲创作节的公开发表会的现场 原来去迷人故 瞬间穿梨 当充满的爱情故事 只想你为我 别怕 勇敢的去啊 只要记得忘了 我听你的歌的时候 我其实又感动到 这整个表演非常好看 我现在16岁对不对 我很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这首歌是我今天一直听起来 作曲是最成熟的一首歌 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完整的作品 这个歌听得很过瘾也很爽 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 搁了几公里的梦想 搁了几公里的他 来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 特别恭喜这五强 获得了听审的青睐 恭喜 我们第二场公开发表会 恭喜恭喜 之后呢我就在 真的有很多惠次女唱 现在呢在这 耶 Precoros的时候 你要顺着你的verse的那个和弦 不要用太难的和弦 副歌是记忆点 所以通常副歌的第一行要保留 保留重复新浪再去记忆 老师给了很多的建议 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作品 怎么去普及化 那是精华吧 你这边要放松啊 你这 你要有诚意 祝你幸福 完了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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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乔逐来到某个地方 Faithful 谢谢 谢谢 SGSW 2022 我写我的歌 VidaGames!